可能你已经留意到很多健身或做运动的人都会饮用蛋白粉 而YouTube上也有很多详细的介绍 所以我这段影片会集中讲多些 如何选择蛋白粉或增重粉的秘诀 以及如何用才是最好 所以如果你正在考虑使用蛋白粉 或者是健身初学者想了解多些蛋白粉 补充品如何帮助你达到目标的话 这段影片就一定帮到你 以下影片部分提及的产品是由Smart Supplement提供 可以在影片描述里找到连结详细了解产品资料 另外也可以在浏览器搜寻Smart Supplement 或者Instagram或者WhatsApp发信息联络顾客服务 为你推荐适合你的补充品 蛋白粉顾名思义就是主要补充蛋白质的粉剂 也通常称为乳清蛋白 在这些产品的包装上也通常会有Way这个字眼 因为乳清蛋白是最常见和最主要的蛋白粉成分 而这款产品International Protein 超级乳清做例子 它的每次建议份量内就提供31.2克的蛋白质 它的糖分和脂肪亦都非常低 这个蛋白质的份量大概是相当于你吃了一块150克的牛扒蛋白质 乳清蛋白是非常容易吸收的 它的可用率是非常高 也都我们称为一个生物可用价值非常高的食物 甚至比起其他高蛋白质的食物是更加好的 另一个类别就是增肌粉 或者我们通常称为增重粉的补充品 而这些产品的包装上通常都会有Mask Ganner 这些字眼 蛋白粉和增重粉有什么分别呢 两种补充品里面其实都有蛋白质 但是增重粉除了蛋白质之外 也有提供其他的营养素 包括是碳水化物和脂肪 甚至会有消化煤 或者其他有利增肌增重的营养 每款增重粉的产品的建议份量就不尽相同 用这个产品International Protein Extreme Mask 做例子 它每次的建议份量 热量来说就相当于一碗半的白饭和两大片鸡胸肉的总和 那么蛋白粉和增重粉之间你应该怎么选择呢 这个就要看你的身形 你的体质和饮食习惯以及你的目标 如果你是属于偏瘦体质 即是吃东西的胃口没那么好 营养吸收没那么理想 好像吃了很多东西 但是体重都没什么变化的话 你就会比较适合尝试增重粉 因为它的营养会比较全面 原因就是你有机会除了缺乏蛋白质之外 也有机会缺乏足够的热量 但是如果你是属于中等身材 那么胃口或者营养吸收都没什么问题的话 就可以先尝试蛋白粉了 如果你还没开始使用这些补充品的话 可能还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如果要健身增肌增重有效果 是不是一定要饮粉呢 虽然我自己都有经营健身补充品店 但是这个问题我都可以直接告诉你 是不一定需要的 我们健身运动想达到理想身材 主要是看三个因素 第一就是要有合适的训练方法和强度 第二就要有足够的营养摄取 第三就是充足的睡眠和休息了 如果你认为上面各方面都已经做得不错 确实是没必要使用蛋白粉或者增重粉的 不过我自己接触到很多个案 都是在营养摄取方面 吃得不够或者吃得不适合 令到它们的效果不理想 那究竟怎样才知道自己的营养摄取是否足够和适当呢 在这里我就给一些资料你参考一下 可以按照你自己的体重去计算的 除了作为补充营养摄取的用途之外 蛋白粉和增重粉另外还有几个好处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就是这些补充品是有准确的营养分量计算 所以你非常容易知道除了你平时吃的正餐之外 你去摄取这些补充品会是有多了几多营养 其实除非完全是由自己准备一日三餐 如果不是你平时吃东西当中的营养素 摄取吸收的比例是很难完全掌握的 就算你是吃鸡蛋或者鸡胸肉摄取蛋白质 这些食物本身除了有蛋白质之外 也会有其他营养素 例如你未必想摄取过多的脂肪 所以混用蛋白粉就最能够确保准确的营养 刚才提到摄取足够的热量对于增肌增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不是想吃多些就可以吃多些 而增重粉这些的冲剂就会比较容易吸收摄取 也更加方便 而且可以减低需要大量进食的负担 至于如何运用蛋白粉才最有效果呢 最理想的方法当然就是按照上面跟你介绍的营养计算 去找出自己最需要的份量 以及与你的目标营养摄取究竟相差多远 用这些补充品去补充回去 另外一个秘诀就是 无论你是选蛋白粉还是增重粉 就算当日没有做运动都应该连续饮用 这个是因为上面提到的营养摄取 计算方式其实是按照每日的摄取 也都包括了休息日 而且增肌复原的过程 并不是限于你训练那一日或者训练期间的 而是在你休息的时候 和吃饭的时候 所以如果你想有最好的效果 就更加应该把握休息日期间的营养摄取 至于其中一个最多人问到有关蛋白粉的问题 就是蛋白粉究竟有没有副作用呢? 可能你曾经在网上听过有人说 喝蛋白粉会伤肾或者有很多副作用 其实这些从来都没有科学根据 因为没有人试过因为喝蛋白粉而出现肾作问题 而且其实都没有所谓的蛋白粉超标 如果你饮用蛋白粉过多 多了的蛋白质正常来说就会由身体代謝排出 就好像你去打边炉吃多了肥牛 那一餐的蛋白质有机会是过多的 但是对于本身健康的人 都应该可以正常代謝排走多了的蛋白质 所以你只要根据自己的需要 用一个正常的份量是绝对没问题的 这里讲的重点就是份量了 其实早于大概500年前的文艺复兴时期 瑞典医生及化学家柏拉塞尔素斯 就已经提出这个观点 他说一种物质是毒药还是良药 是视乎它的份量的 因为在一定份量之下所有的物质都可以是毒药 所以大家看待蛋白粉和其他补充品都应该以一个理性的态度 不应该麻木相信它们的功效 也不要染魔化 因为补充品的意思就是补充 就看你如何运用 就看你了 就看你了 就看你了